早安 今天是我第一次拍vlog 也是剛剛起床全素顏 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勇敢 希望不要嚇壞大家 那我今天起床要做些什麼呢 那我就是要去拍照 那究竟要什麼呢? Surprise! 因為我的造型師就跟我說 我自己帶個人去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要拍什麼 那如果大家也想知道我今天會拍什麼照 以及拍一輯美照的流程是怎樣呢? 跟我來吧! Hello! 說這麼快我又來到現場了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化妝師 Hello! Hello! 阿星是嗎? 我先說了 其實我今天是不知道來做什麼 你拍照我也知道 但拍什麼也不知道 化妝師也是我今天第一天認識的 我剛剛也在問他今天會幫我化什麼妝 那一來呢 他已經幫我做了一條圓生眉 看見到大家? 近鏡 近鏡 看見到嗎? 我現在什麼底也沒有塗 什麼粉底也沒有塗 希望 希望不要嚇到大家 都是剛才那個年氣暗瘡 OK 我也是第一次化這些 原生眉 剛才我有一點點嚇到 我說會不會像小虎眉一樣 不過我想拍出來的效果應該可以 有很多新嘗試 因為跟不同的化妝師合作 他會給我很多不同的新的想法 就是我 新的 就是新的什麼 就是新的妝容 而且他現在是幫我 這個 看見到嗎? 這個 這個 知道是什麼嗎? 這個就是雙眼皮膠紙 但是他就剪到很細條 因為平時我是 剛才我馬上 他對下來的時候 我就 嘩 這是什麼 這個 他就幫我貼雙眼皮膠紙 然後我就說 我平時是 因為我從來都不貼雙眼皮膠紙 因為 有時候貼了 我覺得雙眼皮好像很厲害 很厚很假的 所以我多數都不貼的 但是今天呢 就是新嘗試 不過他幫我 是很輕的 哪邊貼了呢? 這邊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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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就會闊一點點 看見到嗎? 這邊呢 就 就是窄一點 很自然 我幫他貼 很自然 人們就問 為什麼拍照 妝會比較濃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 我也明白 我也會接受 這件事 因為呢 你拍照的時候 因為你很多打燈 有閃光燈 其實你的妝會減了多少個百分比呢? 最少三成 最少 就是本來你一百個百分比的妝 那他 拍出來可能只有七成 或者 甚至再少一點 六成 對不對? 對 對 對 再加上閃光燈 一斬那一刻 就會更淡 我自己平時化 我一定會先化底 就是我會化粉底 遮瑕膏 之後才上眉毛 眼妝 然後 胭脂 唇膏 我自己的化法就是這樣的 但是今天呢 那些 今天呢 他的化法呢 是很 嗯 是很不一樣的 但是我發覺呢 很多 專業的化妝師呢 程序都不是這樣的 他是多數呢 化了唐眉 化了眼睛 然後 最後才上底 對不對? 對 因為幫你塗了 讓你吸收一下 對 所以呢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真的沒有塗任何粉底的 沒有塗的 剛才我也問了很多次 真的可以上頸 真的可以上頸 哈哈 我很害怕 然後我本來打算 化了粉底先 我怕我嚇到人了 剛才在家的時候 我怕 大家已經飽了 是啊 唉 都還可以了 阿詩 其實你平時是 是 是 是化開什麼妝 化開什麼妝 我平時是化美妝 工商人只扮美妝 哦 那如果 不用 就是不用幫你化妝 其實你們會做什麼呢 我也想知道 不用幫幫人化的日子 就是我們會像今天這樣 會做一些creation的東西 嗯 那就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做這些東西 可以啊 我常常做的 嘩 眼睛會不會太激 看一看 哈哈 眼睛會不會太激 看到嗎 哈哈 真的不會太激 真的不會太激 不會啊 然後上妝就不會 這個很自然的眼睫 我旁邊有位男士 男士 你覺得會不會太激 完全沒有問題 真的 很漂亮 很漂亮 沒有欺騙我 真的嗎 對啊 比如我就是這樣 我一看到自己 比平時多 我就 我就 我就自己很害怕 因為平時很少看到自己這樣 這樣我已經覺得是很厲害的了 就是講些搞笑的給大家聽 那我其實自己呢 化妝我又不是很研究 很會講究 那之前劇組拍攝 我自己化了一個很淡的妝 然後就 那劇組的化妝師就問 欸Yoyo啊 你有沒有什麼要補啊 這樣 啊不是不是 我 我在這裡快要埋位了 那我就自己在想 要不要補些什麼 那我就看到呢 那些妝脆脆的 那我就想補了 然後呢 我就跟化妝師說 我就說 麻煩 我想 可不可以補一下妝 因為我快要埋位了 然後他一看我的妝 他直接 是凹了 就是 哇 你的妝 淡到好像 沒有化妝 然後 還有 那個妝是 融融的 然後他直接嚇到 哇 你搞什麼 那最後呢 他就幫我撿 然後其實呢 那次劇組化妝呢 他教了我很多東西 那個劇組化妝師 他本身是教別人化妝的 就是他自己有時平時 所以他會懂得怎樣教我 然後呢 他就 教了我用很多產品 我不說出來是什麼 但是總之他就教了 我買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然後呢 我想說真的 那個妝呢 是 本身呢 為什麼我的妝會經常用呢 就是因為我 都容易 有時都會 T字 或者容易出油 這樣 很容易融妝的 他就教我用了些東西之後 還有 原來呢 Base是很重要的 就是 就是妝前打底 還有用一隻好的Base呢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以前也不是真的這麼講究 隨便用一隻Base就OK啦 打算 但原來真的差很遠的 那我真的 唉 有時可以在化妝師身上呢 是可以 學到很多技巧的 是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可能大家會心想 啊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究竟我用什麼妝前打底呢 還有 這個呢 之後有機會再講 對呀 剛剛 現在幫我打陰影 剛才我跟化妝師說 不要再幫我打那麼多陰影 因為呢 其實我已經覺得自己的臉很瘦 還有我經常看到大家的留言 都說 哎呦 你好瘦啊 瘦好多 要我多吃點東西 哈哈 那其實呢 對 就是 就是 可能有些女生聽到我這樣說 就會想打我 就是 為什麼不用擦陰影呢 又或者臉很瘦呢 又以為自己太瘦那些 哈哈 很多網民有時都會看到 她說 以前臉肥嘟嘟一點 那是的 我以前肥嘟嘟一點 然後呢 我就是 經常怕自己上鏡呢 肥嘟嘟 臉很baby fat 然後我就去美容院做了一些 肌 做了一些肌 瘦臉肌 對 然後呢 就很多年前 那時候已經是 即是好幾年前做了 已經 做了之後呢 就一直都沒有再肥了 但是呢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說 那你做的那些 我也有做 但是呢 我轉過頭就肥了 反彈了 然後我說 你不要再說 我就是做了之後呢 就沒有再肥了 即是女生就是這樣 即是 當你呢 臉有肉 膨膨膨的時候呢 又想自己上鏡瘦一點 即是樣子尖一點 這樣 然後就又去 即是 令到自己怎樣可以 firm一點 尖一點 然後做完了 即是瘦了 又嫌現在自己 太瘦了 即是你說 是不是很麻煩呢 哈哈哈哈 我的妝已經化得七七八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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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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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得罪化妝師嘛 對了 還有呢 這個呢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這個是什麼呀 是不是很可愛 因為我們想特意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因為剛才我見過化妝師呢 他用這個東西 他呢 是不是戴在手指上 然後就在這裡做 那呢 我平時自己化妝呢 是不會用這些東西的 就是這些是professional才會用的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阿星 你介紹一下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我的 迷你繪畫版 哈哈 耶 上面調色啊 就是 嗯 塞下 那些都可以放在上面 唇膏都可以放在上面 就是都會染了下來 再塗上嘴 噢 那這個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即是糖就夠 哎呀 sorry 這個就是 所以就這樣跟 在平時可能做唇膏 做粉底 那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要特意用這個東西呢 是 是方便一點 還是怎樣 方便一點 還有衛生一點 主要都是 那不用每次都在手上 噢 現在 現在是不是在做筋頭 是啊 現在我們做 現在我們會做些什麼頭 做一個蓬鬆一點的 雍爛頭 扮翅是剛剛睡醒的 噢 OK 我現在都很想伸個冷藥 哈哈 哎呀我還 哎呀 還在睡夢中的那個狀態 因為剛才呢 我切了一點點 我很怕趕不切的 但現在是不是應該都差不多搞定 我們還有多久啊 我想十至十五分鐘 十至十五分鐘 好 好 然後呢 剛才視頻師哥哥呢 就問我 其實你今天是拍什麼 我說不要問我 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造型師呢 還未來 因為衣服啊 所有東西呢 在他那裡 所以呢 我現在都 不知道怎樣的 今天要拍什麼造型 還有呢 其實要化什麼妝 剛才阿星已經 幫我一來 做了一條原生眉 好不好 什麼叫原生眉 就是呢 那些 你之前想幫我做的那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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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 對 可以 上次 EPI 的 她去幫我準備 因為我看到外面設了一張床 她又幫我去買床單 買枕頭 買被子 簡直是... 拍床照 拍床照 是跟她一起拍床照 你自己拍的兩張 我不行 我會選擇佛神 就是這樣 等一會就...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一邊看下去 究竟會拍什麼 我聽她說了好像有一點性感的感覺 少少 但不知怎樣很害怕 我不脫狗 不脫狗 不用脫 完全是很少東西 OK 你現在的雙眼皮要按 但是我現在想你的雙眼眼 就是後面更高 你的雙眼皮 她想後面再滴高一點 對 所以你知道那些鬼妹是雙眼皮很厚 她經常想塑造我是一個鬼妹 你可以啊 嗨 先說幾句 說幾句鬼妹 英文 英文 英文要說幾句 你說什麼好呢 Good morning 哈哈 完 完 完 That's all 現在呢 妝和頭都搞定了 現在突然變了一個法國yo 看不看到嗎 法國yo 看不看到我的眼線 看到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現在呢 就要準備去換衣服 這個呢 是我一個 都挺害怕的環節 因為我不知道她會準備什麼衣服 可能她準備的衣服 就算怎樣呢 我都要穿的 因為真的只有幾套 對 大家是不是很想 不知道她有一點性感 不知道怎麼性感 大家是不是很想看 是不是很想看 是不是很想看 是 好啦 轉頭給大家看 今天呢 剛剛介紹了這個化妝師阿星給大家認識之外 其實攝影師也是我第一天見 剛才來了這麼久 我都不知道她是攝影師 你看 我先握個手 是誰叫 阿 阿 阿 事情是錯了 所以我沒有騙大家 是真的驚訝 大家看一看鏡頭 不是看一看鏡頭 剛才呢 我的美女Stylus 其實她也不是Stylus 她不是隨便幫人做Stylus 所以她隨便穿她的衣服 在這個位置 她已經這麼漂亮了 我先去換衣服 好